哟,来了您呐 哇塞,这个啊,真的是太下饭了 您呐,一定想不到 今儿明哥呢,分享一道比肉还好吃的素菜 您呐,一定得多备两锅米饭 不吃米饭就多买上几个馒头吧 拌面也非常好吃 小嫩茄子,切成这长长的条 放入蒸锅里,蒸上三分钟左右取出 这螺丝胶不要切,用刀使劲的给开碎 这样啊,更能散发出这辣椒的香气 干锅放进去,慢慢的煸炒至有虎皮了 加上勺油,放勺豆豉 还有那开好的大蒜和小米椒 放入茄子,调个味儿 然后开始翻炒,直至有了那齿香气 出锅,小嫩茄子啊 和这虎皮椒的碰撞 再加上这豆豉的香气,可以绝了 您呢,一定想不到 只靠一个招牌无肉饭,传承了一家三代人 每天呢,只炖三锅肉,卖完打烊 星期天呢,还不开门,并且制作还很简单 大块的五花肉,加葱姜煮至定型 捞出来切成小肉丁 一定要用干香菇,洗干净了 泡软的切成条 起锅先把这虾杆的炒香捞出 放入五花肉丁,炒至微微出油 重点来了,放上把红皮的洋葱丁 慢慢的炒到这洋葱啊,微干飘香了 加入屏幕上这调料,虾杆黄酒 还有泡香菇的水,放上鹌鹑蛋 小火啊,就炖四十分钟 然后大火揉汁 软糯的肉丁啊,香热不腻 带着虾杆臭臭的香气 嘿,再拌上碗米饭 绝了 哇塞,这个啊,是真的好吃 您呢,一定想不到 朋友啊,开车一百多公里 请我吃了个煎包 说是老板就卖这煎包啊 买了两套房 让我来解密配方 其实制作呀,非常简单 和面的时候啊 加勺白糖,发的会更好 和好了,醒上三十分钟 先做个麻辣油 辣椒面,花椒面 和这火锅底料啊 用热油烹香了 龙虾尾去到这虾壳 取出这虾肉 肉馅儿,加葱姜和屏幕上的调料 调味儿,分三次加水 一个方向搅拌上劲儿 然后加入香葱和龙虾肉拌匀了 发好的面 擀薄薄的皮儿 放满满的馅儿 包好放平底锅里头 煎至底部金黄 按比例啊,咱调个面水 倒了几天 盖上盖儿 煎上八分钟 咬上一口 满满的汤汁 麻辣鲜香 回味无穷 绝了 好